首先 我们敬礼 燎明和善 敬礼撒下真空上神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 喀玛法 敬礼 除灯大神上神 敬礼堂承三法 敬礼今天的父母主尊 大宝法王金刚 及文武百尊三天明 以及 诸尊将员 为师母雅 甘露达 西娃 甘米 大宝天 大臣 父母雅 孟空 杏 斜 阿师 师母 阿师母 徒登西地仁波切 丹正嘎措 仁波切 还有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廖秘书长 东周大使 夫妇 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 夫人韩沐甄女士 特别嘉宾 庄俊耀医师 开心 哲哲 哲哲 圣炎路Foundation总裁如佛清博士 哲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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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岩路Fundation 财务长 N-N-D-Y-R-O-B-E-R-T 圣岩路Fundation 理事 师俗间N-N-Husman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时宜教授 江夫人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谭伟伦教授 国际成功大学奠基工程学系 王李教授 中国中博士教授团 梁超环博士 中国中中博会法律顾问 周慧芳 律师 中国中中博会法律顾问 罗日良 律师 中国中中博会法律顾问 王叶琴律师 中国中世界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大圆满酒池地 喜金刚讲义制作人 莲悦上师 英国名摄影师 托尼师兄 美国利剑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明芳师姐 特别嘉宾 周恒医师 特别嘉宾 林淑华医师 特别嘉宾 喜红春药剂师 台湾雷藏医师 台湾雷藏市公关主任 王知祖师兄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特别嘉宾 游江澄博士 特别嘉宾 叶淑文教授 特别嘉宾 叶淑文教授 宜兰大学 林湘吉教授 宜兰大学 林湘吉教授 福人大学 陈以辰教授 福人大学 陈以辰教授 巴西圣保罗大学 中文系教授 陈宗杰博士 孤人陈瑞莲医师 巴西圣保罗大学 中文系教授 陈宗杰博士 巴西华光语言文化中心 齐耀宾博士及副校长 梁燕女士 巴西华人协会副会长 夫人 周文毅女士 巴西真的很ims 巴西博哥 华光光语辉会台湾区理事长 李春阳师兄 巴西 特别嘉宾 薛王淑眉师姐 巴西 巴西 清加坡店士主持人 及演员易琳师姐 巴西 还有许多贵宾没有登记介绍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力量 另外印尼的企业家 要钱先生提夫人 大家无安 大家好 大家公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下个礼拜天是9月20号 下午3点是阿达尔玛佛的附魔法会 阿达尔玛佛的附魔法会 阿达尔玛佛就是本初佛 也就是原始佛 本初佛 是属于16地的佛 13地的佛是毕如遮纳佛 五方佛都是13地的佛 原始佛是第16地的佛 阿达尔玛佛 这一尊一般来讲是很少人 很少人做 很少人是做 因为他是原始佛 最早 本初佛 原始佛 阿达尔玛佛 这普贤王如来 全部都是他的臣妇 另外还有这个金刚种词 也是他的臣妇 也是他的臣妇 最尊你们主旗 或者不主旗 随意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因为是最大的 你不主旗也可以 因为你不容易变成最大的 最好没有人主旗 今天这一尊这个大方法王金刚 告诉大家 他是最大的阿达尔玛佛 本身的化身 为金刚神 是大方法王金刚 那么这一尊的这么多人主旗 对 今天 将近大概 我也不知道多少人 反正 限阿达就限了五十分钟 那么他的根本 就是阿达尔玛佛 那他的化身出来的金刚 就是大方法王金刚 单单足旗就五十分钟 足旗就五分钟 那么你们愿意给阿达尔玛佛没有面子 根本 根本 你们不要给他面子的话 就不用足旗 这个阿达尔玛佛 阿达尔玛佛 跟这个大方法王金刚 是合在一起的 他是非常尊贵的 那么刚刚我的那个咒音 我就问了 问这个联印上师嘛 彩虹山庄 彩虹雷藏师的助持 联印上师 我说这个咒音 是谁做的 联印说 我们做的 我说 奇怪了 这山庄也能够做这样子的咒音出来 那以后每一次的咒音都这样子的那么厉害 那还得了啊 联印上师在哪里 在哪里啊 恭喜你啊 联印上师是说他们做的 是不是他们做的 联印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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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 师尊 然后呢 连续法师他们加了古音进去 连续法师 还有另外一个法师 加了古音 再加一点 就有加工 对 人家咒音是很棒的 你加了古只是 就像打棒球 打棒球 你打出一个棒球 是中关堂打的 你不过是吹一阵轰过去 轰不浪 轰不浪 并不是那一阵轰给他轰不浪 而是那个棒球本来就要 一打出去就是轰不浪 对不对 然后你再给他吹一阵轰 就飘得更远一点 还是有功劳 这一尊 我稍微念一遍给大家听 大方画王金刚是本初佛所画出来的 其形象具有二十一面 四十二个被八个足 其所中各持明镜 其所中各持明镜 镜内有四十二极镜尊 四十二个极镜尊 包含本初佛集大志在佛母 五步的如来 五个佛母 八个大菩萨 八个菩萨母 四个明王 四分怒母 六个施迦能人 佛母是九面十八倍 四足 其手中各持明镜 两手有持弯刀鸡 这个Kappala 其宜的手持着明镜 陷愤怒母及寿命母相 这一尊大画画王金刚 我刚刚有讲的 一共下降的 文武百尊 就是一百尊 一百尊 大画画王金刚 还有文武百尊 还有昨天的三个天女 三天女 另外还有印度教的所有的印度神 大凡天 偏禁天 大志在天 全部都是下降 所以威力无穷 他的威力无穷 他的力量非常的大 那么我就 在总回向里面 希望每一个人 心中所祈求的 所祈求的愿望 都能够达成 另外呢 请大画王金刚及诸尊 将我们所有的 每一个人的业障 全部给他清除干净 就是环境 今天大家有来参与这个 这一次法会的 多得到加持 都得到加持 那没有来参与法会的 在看网路的 得到五十分的加持 五十分的加持 那没有来的 也没有看网路的 得到零分的加持 零分 这种 这种的加持 就是这样了 这个佛菩萨有没有听到 看看啊 看看他们有没有听到 他们讲八成都可以有成就 八成 八成都可以有成就 有两成 有两成是可能是实在 业障实在是太重了 没有办法帮你们清除干净 有两成 八成都可以有 还有两成 当然很多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的啦 像这个忧民众往生佛国净土 也不能说 这一次的所有一切忧民众 全部的历代祖先 全部往生佛国净土 那不可能 那是你的回向 对不对 你回向是这样子 但事实上业障很重了 还有不愿意去的 来了 他不愿意去的 你也没有办法勉强他 而问题就是在这里 这一尊已经是非常大的 大方法王金刚 也就是 也是第一大的 也是第一大 大方法王金刚 另外还有阿达尔玛佛 都是第一大的 他的手印是这样子的 手印是这样子 很奇特 最上一个千千一个点 底下是这样子散下来 他的本意啊 就是所有众生都是佛性 都是佛 只是他降下来的时候 散下来 就变成化网 像网一样的这样 网一样的下来 这样回到原点 那将来修行也一样 像网一样的这样 回到原点 回到的佛性的原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是等于网一样 大患 也就是一切都是最大的一种 一种患 一种患 然后呢 他必须要从所有的分下来的网 再回归到原来的原点 再回归到原来的原点 这个就是本初佛跟大方法王金刚的主要的原意 就是在这里 修行就是从一切回归到原点 那原来呢 原来呢 是原点 变化成为网 就是大幻化网 他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那么他的一个人 手印 就是大幻化网的手印 唯一手印 他的咒语 这是他本身的咒语 那么他的形象 这尊是大幻化网吗 很小尊 他本身的咒语 对 这是他的观想 他手中的所有的明镜 全部显化所有的佛 文武百尊 都在他的明镜里面 他的明镜里面就是文武百尊 这是一个很大的法 很大 施迦能人 单单有六个施迦能人 六个施迦能人 六施迦能人是什么意思 施迦主的六位能人 能人 什么叫能人 我们像在念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咒语 Om 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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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这两个字就是能人 能人 能够在沙佛世界行慈悲的人 就叫做能人 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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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能人 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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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佛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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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的意义就是在这里的 那么他最殊胜的来历 当然是最殊胜的 大胖化碗金刚是本初佛所化现出来的 他的金刚号叫通眼金刚 通眼 全身都是眼 有一个法 大圆满法里面有一个法 头顶上有一个眼睛 一直到肛门 有一个眼睛 肛门一个眼 肛门当然是一个眼 头顶上这个眼是不显 一般是开了 打开了就有一个眼 肛门一个眼 两个眼是对照的 还有这个眼睛 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是两个眼睛 它是对照的 鼻子也是眼睛 嘴巴也是眼睛 通身是眼 全部对照 到时候啊 你这个眼睛放光出来 前身都是光芒 全部都是光 通身是眼 每一个毛细孔都是眼睛 你修行到最后 把五脏六幅 包括所有的骨头 皮肉骨 跟五脏六幅 升上所有的气光 全部通通通通 化为光 这个才叫做成就 这时候啊 这时候啊 你化为光啊 红化以后 整个身体化为红光 这个时候 没有东西留在世界上的 连舌粒子都没有 等于全部化光 留下了头发跟指甲的 一点头发跟指甲的 化为光 那个就是 我们讲的是 红光化身 至于这个红光化身 跟红化 整个全部都变成彩虹 那个时候是 不留下一点东西的 留下东西的 一般来讲起来 像留下舌粒子 舌粒花 都还算是次等 前身舌粒 是比较高级的 前身舌粒 全部前身都是舌粒子 另外还有这个 前身不化掉 变成若身菩萨的 也是若身舌粒 那很高级 那我们同门当中啊 莲花艺民是一个法师 但是他严己以后 就变成上师 莲花艺民上师 他是前身舌粒 前身都是舌粒子 非常了不起 前身都是舌粒子 那个装起来啊 前身舌粒子 将近有一麻袋 有的人讲啊 舌粒子 那不如圣结石啊 膀胱结石啊 胆结石啊 哪什么舌粒子 在圣结石啊 膀胱结石啊 膽结石啊 将来你们有结石的 全部都变成舌粒子 没有结石的 没有结石的就没有 然后我的这个 很奇怪啊 我父亲啊 在世的时候啊 他常常有肾结石 也有膀胱结石 隔几年 本来拿掉的 开刀拿掉的 他又来 三年以后 又是舌粒子 全部都是舌粒子 然后又有膀胱结石 又有圣结石 人家说体质啊 会遗传 遗传到下一代 还好 阿弥陀佛 到现在都还没有 菩萨保佑啊 我一看到他这个 圣结石的时候啊 他 从来不拜佛的 坛成他也不拜的 有一回啊 突然间我妈妈看到了 我父亲啊 用爬的 只穿着内裤 从他的床爬下来 一直爬到坛成 爬到佛堂 在那边哀巴叫母 因为什么 结石的痛 结石的痛 是可以把那个 鸿骨啊 哪一支鸿骨给他 他会拿出鸿骨 然后把他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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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變成大力士 把鸿骨都可以给他打弯 痛到这样子的程度 我父亲从来谈诚他是不拜的 只有那一次用爬的爬去拜 你看痛到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知道 结识是最可怕 结识非常可怕 很痛 那师尊部认为 我认为是结识也可以化掉 结识的东西照样用佛画 照样把结识给它化掉 而且可以打碎 现在用那个镭射也可以把它打碎 都可以给它打碎掉 真正的实例子 是打不坏的 我们曾经实验我把蛇蜊子拿着 跑到我们那个水泥地上 放在水泥地上 给它固定好 用哈马 很重的那个蛇蜊给它一打 一打 这个水泥裂开 那个蛇蜊子降到里面 就是进到那个水泥里面 在搏油路也变成一个坑 然后再把蛇蜊子拿出来 好好的 豪华无损 那个是精华 那个才是精华 今天讲大幻化网金刚 它的大幻的意思就是讲 这个世界 气世界 什么叫做气世界 汽车 房子 土地 山 河 大地 都叫气世界 还有友情世界 人 畜生 动物 天上飞的 飞禽 走兽 人 海里面有的鱼 都叫友情世界 友情世界 跟气世界 全部都是大法 大幻 没有真实性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法 就是犯观法 犯 就是犯觉的犯 观 是观想的观 放光的法 放光法 要放一面镜子 一个一面镜子 摆在你 弹成 静弹 那么你的人 经常坐在镜子面前 观察自己 在镜子的上方 摆着你本尊的像 摆着本尊的像 镜子的上面 放着本尊 你的本尊的像 法像 本尊的法像 像金刚沙斗好 金刚沙斗是本尊 你就放金刚沙斗的像 他一手拿着金刚处 一手拿着金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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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像挂在那里 金刚沙斗 就金刚沙 那底下是镜子 你那个像 要放得跟你差不多 身材 身高 等身 你的等身像 那样子 放在镜子的上方 底下是镜子 你每天看这个镜子 你会发觉 你每天都不一样 你仔细地观察 今天观察你自己 自己的脸 看着镜子 看你自己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看你的形状 看你的身像 你明天再来看 每一天都不一样 我们不是一样吗 怎么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的 师孙71岁了 还长青春痘 看青春 你看这长青春痘 我就把这个青春痘 给它留起来 你不要掉 因为这象征我的青春 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也长青春痘 尤其是结婚 还没有结婚 这婚礼 结婚婚礼的那一天 满脸都是青春痘 我用三种方法 要消灭这个青春痘 第一个 饿肚子法 我就是不给它营养 看它豆子会不会笑 每天不吃饭 饿了几天 青春痘不死了 还是满脸都死 气死我了 你还越长越多 到最后啊 涂药法 你来讲青春痘的药膏啊 拿起来满脸都涂了都是 看它那个 看那个药有没有效 一次就给它涂光 第二天起来一洗 你还是一样 还在 青春痘的药都是骗人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是一样满脸都是 到最后用什么方法呢 用那个刀片 一个一个把它刮下来 你看我恨青春痘 恨到几点了 因为它把我弄得很稠啊 用刀片啊 这样子 一颗一颗把它这样砍下来 把它砍下来 砍到满脸都是 蹦 它又出来 还是不能好 最后要烤佛法 你看那个佛啊 升起来啊 那个脸啊 好不好 我用佛把你烧焦 用烤佛法 你们不要学我 不然不行 一烤啊烫 实在是很烫 不敢再烤下去了 烤一下子而已 养熟用蒸汽法 把那个药啊 放在那个水里面 然后用火去蒸 用蒸汽去冲那个脸 你看种种方法我都用过了 没有笑了 结婚了以后就自己好 没有效了 他每天保留他 保留他 你还继续痛啊 继续有一个那个淡房在里面 青春痘的洞房在里面 保留他多好 你看师尊七十一岁了还长青春痘 一切都是幻觉 你看你自己的脸 今天心情好一点 你看了就是笑脸 今天心情不好 你看了就是哭上的脸 每天的心情变化不同 告诉你你的脸就不一样 喜怒哀乐都有了 喜怒哀乐都每天都在你镜子里面出来 都是你自己的变化 就是你心不定才会显现这个样子 然后你在眼睛看着你的本尊 你的本尊是金刚萨斗 你看他的眉毛 他的鼻子 他的眼睛 他的耳朵 他的嘴 他的五官 他的等身 庄严的身像 你也跟着他拿金刚处 拿着金刚灵 每天看本尊 看镜子 看你自己 天天这样子看 看到最后啊 你一看镜子 突然间 镜子里面出现了金刚萨斗 这个金刚萨斗也是你幻化出来的 因为你每天看金刚萨斗的像 终于你看自己也变成金刚萨斗 这个时候就叫成功 就是犯观法 这个修行啊 念金刚萨斗的奏 结金刚萨斗的身像等身像 你也是一样拿着一个金刚处 一个金刚灵 像他的姿势一样这样摆着 你戴着这个观 跟金刚萨斗的观一样 穿着金刚萨斗的衣服 你这样看久了 看镜子 你就变成金刚萨斗 这个时候啊 镜子里面的你 跟镜子外面的你 跟虚空中的智慧本尊 三则合一 你就修行成就 这种方法叫做泛光法 会不会 这个时候啊 你本身就变成金刚萨斗 你念他的奏 然后做他的样子 然后你脑海一直想念他 张开眼你就看到金刚萨斗 那么你心中有金刚萨斗 你身体也变成金刚萨斗 镜子中的你 是泛出来的 镜子外面的你 也是泛出来的 这个智慧本尊的金刚萨斗 也是泛化出来的 三个泛化合一 你就进入泛光里面 到了金刚萨斗的净土 有一个人向神祈祷 一个小姐向神祈祷 我也想体验一下被人家追的感觉 这个神就回复他 你可以试一试 买东西不给钱 我告诉大家 你想变成金刚萨斗 你用放官化 你想变成你的本尊 你用放官化 这样也是修行 这个叫做住进化 也就是犯官化 也叫做住进化 一面镜子 你每天对着他打坐 镜子里面的你 镜子外面的你 上面的你的本尊 跟你等身的 一样的本尊 大小一样 三则将来 镜子里面的你 镜子外面的你 跟你的原来的本尊 三则合一 你绝对能够 到本尊的净土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有一天呢 那总统跟行政院长 行事土城 土城这个建议 土城就是建议 这个土城国小的校长 那里有个土城国小 土城国小的校长说 邪校非常热 总统的交代行政院长 给他装电烘扇 给学校装电烘扇 这个土城看守所 就是监狱的所长 他就讲 我们这里也很热 总统就交代行政院长 给监狱里面装冷气 装冷气 回到总统府以后 然后行政院长就问 问总统 为什么有差别待遇 学校你就装电烘扇 监狱里面你就装冷气 总统就回答 你认为我卸任以后 还有机会回去念小学吗 这个厉害啊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装冷气 在小学里面装电烘扇 因为他不可能再回去念小学 这是自私的心理 你将来要到哪里去 你就一定要装的跟你本尊一样 你不只是装的跟本尊一样 你的念头都是本尊 你心里所想的都是本尊 你持的是本尊咒 截的是本尊的手印 你入本尊的三昧地 幻观法 这个注尽法 就是让你入三昧地的时候 你看到你自己就是本尊了 先由外面的观看 变成自己就慢慢的形成 你跟本尊合一 那时候你变本尊的时候啊 你就是跟本尊相印了 这就是密教本尊的修行 你意念上在本尊 所印解本尊的所印 念本尊的咒 就是你要变化成为本尊 注尽法也是一样 你经常看着本尊 看着尽中你的自己 再看你尽外的自己 尽外的自己就是尽子里面的自己 每天变化都不同 但是你一样一样的把尽子里面的自己 变化成为本尊 等到尽子里的自本尊 跟你身外的本尊 跟你身外的本尊 跟虚空的本尊 三则合一 就是相印 这个修行法很好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穿着时尚的美女 对时尚店的店员讲 这几套衣服我钱都要 店员正兴奋的包装的时候 美女突然大叫 糟了 店员讲 怎么啦 难道你忘记带钱了吗 美女左右看了看 很尴尬的讲 我忘了带我的男朋友来 事情要成就 就一定要经常带着你的本尊 你就会有成就 你不能把你的本尊给它忘了 这就不是修行 你常常意念你的本尊 带着你的本尊 就行 所以啊 这个女生啊 我们很晓得 男生是不一样 师尊所谓的 这个洗脸 就是把自己的脸洗干净 用水把它冲干净 把它洗干净 不涂发妆品 然后我不涂发妆品 也没有说这个防晒 也没有涂 不涂发妆品 涟洗干净就是 女生就不一样 欸 女生她可以变化 她可以变化的 有时候看她的脸 有时候看她的脸 非常凄凉的苍白 好像吊死鬼一样 等一下出来 又是一个美女 哇 口红好红哦 这边又有腮红 这个眉毛又是重新画过了 底下眼前都画的黑黑的 整个眼就变得好大 又装了假睫毛 哇 天哪 这一看好美哦 那全部拿掉的时候 噢 又是吊死鬼 又是吊死鬼出来 哎 怎么查那么多 对啊 这是一切都是幻化的 都是幻化 都是幻化的 她可以变 男生就不能 男生你说哪有涂口红呢 嗯 现在我们的小乔啊 小乔是doctor 是一个医生 外科医生 他知道外科医生 他现在流行时尚 他变成医美的医师 医美的医师 我说哎 小乔 你现在是医美的医师啊 他说是啊 好 拿一张名片给我 他就给我一张名片 因为有一天我要叫他到西雅图来 他在卡尼佛尼亚 Sacamando 就是那个撒迦寺的地方 撒迦雷藏寺 撒迦雷藏寺的地方 他在那边开业 医美的医生 医美医生就是美容的医生啊 我拿他一张名片 他说我会准备仪器 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就到了那里 我要把耳朵弄长一点 耳朵再说 没问题 这里给你打两针 你就会下垂 就会垂下来 所以重一点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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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乔听着啊 你要把我整成阿弥陀佛啊 把我整成阿弥陀佛 眼睛变大一点 眼睛变亮一点 鼻子应该有够挺了吧 可以了 你看着阿弥陀佛的嘴巴把它整好一点 还有给它加一点红 做成红了 再贴一点腮红 营养好一点 营养好一点 还有面孔眼一点 面孔把它整眼一点 一出来 人家看到我 哇阿弥陀佛 这个就像 因为我们人生也是幻嘛 对不对 我拿年轻的照片给你看 你也认不得我 我带鞋式帽的时候 那时候测量鞋 大鞋部毕业的时候 我是工鞋式 带着鞋式帽出来 那时候山上很瘦 瘦瘦的脸 你看 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我中年的时候 我也很英俊瀟灑 很美 那时候留着头发 留着头发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张照片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我自己都很欣赏我自己 看的时候 哇 这人这么潇洒啊 难怪那时候女朋友一大堆 人生都是幻觉嘛 你看 年轻的时候这个像 中年的时候是一个像 年纪大了又是一个像 什么时候是一样的像啊 不可能一样的 这就是大幻 你知道那个谢明芳师姐吗 谢明芳师姐在那里 你知道她以前开那个小西贡 列德西贡的那个restaurant 在Chanatown 列德西贡的restaurant 那时候她穿着一条热裤 我记得印象很深 我车子开过去 她穿一条热裤 哇 穿个那个发的衬衫 穿一条热裤 青春洋溢啊 那时候看了 哦 好美哦 这时候就不用讲了 谢明芳很美的 你不晓得 我们曾经跳过舞 我跟她一起 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还没有出家 我跟她跳过一支舞 跳了一半 我就要回去了 我就要回去了 我说一半留着下一次跳吧 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跳 在公车上人很多 你没有座位怎么办 她叫醒一个正在熟睡的人 跟她讲说 你到站了 然后她会谢谢你 然后就赶快飞奔的下去 这一招真的很好用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 因为啊 那一天 她也是被人家这样子叫下车 哈哈哈 很佛法 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回到原点 大幻门 都可以回到很多的原点 你要学习种种的佛法 你都一样可以回到原点 不一定只有一个法 所以讲法无定法 没有一定的方法 你可以回到原点 但是只要让你能够回到原点的法 就是佛法 所以你修住进法 所以你修住进法 你一样可以回到原点 变成本尊 那你修任何一个法 都可以修着火法 修明典法 修这个千世法 修千世法 修这个中阴文教得度的法 修光明法 修光明法 然后修这个梦观法 刚刚我的是梦观法 刚刚我的是梦观法 还有修梦观法 这个六成就法 在十人金刚里面强调六成就法 大方法王金刚里面 也强调六成就法 白教的纳洛六法 也是六成就法 十人金刚法里面 一样有六成就法 六成就法 任何一个法 都可以回到原点 大手印法 大圆满法 另外大圆圣会 道国法 另外还有大威德法 都可以回到原点的 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共同的 只要从梦 回到真实的佛性 那就是修行 有一天晚上 妻子对着丈夫讲 怎么啦 为什么很环照思的 丈夫回答 哎 我睡不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婆就跟丈夫讲 去厨房喝一杯热蜂蜜的牛奶吧 丈夫讲说 哎 这是好主意 然后老婆就讲 老公啊 喝完以后 记住把小锅子跟杯子 洗干净 擦干以后放回盐处 别忘了把牛奶放回冰箱里 把烘蜜放回厨柜里面 如果把炉子或皮桌弄脏了 可要擦干净了 知道了吗 还有点点点点点 这个时候丈夫就讲说 算了吧 我现在有点困了 我们生活中的法 是最简易的法 可以讲最易的 最容易的 最有力量 是精华 是精华 你看吗 所有的咒语也都是最短的 都是精华 跟大家讲的全部都是精华 你只要实修就是了 你看看那些那个四步法里面的 四步 行步 宜家步 无上步 四步法里面 四步 非常繁琐的 就像那个他太太讲的一样 什么通通都要按照规矩来这样子 听了以后你就睡着了 像听师尊的话就不会睡着 简单明白不啰嗦 你如果听一个上师去说法 那个上师一讲 滔滔不绝 讲了五六个小时 你坐在那里屁股扭来扭去 还在讲啊 讲不完啊 哎哟 我不行啊 他从晚上十点一直讲到 这个深夜三点钟 晚上十点讲到深夜三点 口还滔滔不解 还要讲到天亮呢 所有的人全部睡着了 剩下他一个人在讲 师尊的秘法 最恶药最简洁 所以 劫不啰嗦 有一个男的跟棋子离婚要起 起小三 但又害怕伤害到三岁的女儿 也是红着女儿讲 妈妈老了 不漂亮了 给你换一个漂亮年轻的妈妈 好不好 女儿想来一想说 财不呢 你妈那么老 为什么不犯你妈 师尊说的法啊 是最聪明最容易的法 是最聪明最容易的法 你不学 你要去学那个很环复的 go head 好 妈的便宜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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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